專家開咪 繼續回來這一節就是專家開咪 我們的專家請到新場管理學會的創會會長馮秀賢 Marine在這裡 也是我們嘉賓主持的許志文教授 Hello 大家好 Marine好 Eddie也是我們學會的顧問 對 看著我們成長 沒錯 我一起成長 我就是讓大家看著成長 因為你比較年輕 看回商場管理 有時候我覺得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 因為競爭又很大 當然商場這個行業 對於香港來說 也是一個很大的經濟支柱 特別是零售業 過去多年來都隨著經濟變化 經歷SARS、金融海嘯、自由行效應 以至近來COVID-19 即是新冠肺炎的打擊 現在還未能復原 如何看待變化 這題目也挺有趣的 歷史同溫 大家溫一下數字 其實零售業也是香港的經濟支柱 在2019年正常的時間 我們佔本地生產總值大概3.4% 受疫情影響封關 社交距離大家隔離的時間 整體綁港旅客 由5,600萬人接 跌至上半年大概3萬3千多 挺厲害的 所以今天做了數字統計 去年全年的本地生產總值 收縮了6.1% 有時以來 揭曉了紀錄 經濟最差 既然說 SARS和金融海嘯 經濟表現更差 所以再看看旁邊 去年零售總額 跌至24% 都是有紀錄以來最差 有紀錄最多 回到10年前的基數 10年前 即是2010年的時間 每逢經濟調整時間 凌售業也有很大的壓力和衝擊 幸好近期疫情比喻好 現在他們也放寬了 今年陸續恢復 6月份稍為281億 而去年同期上升達5.8% 每次經濟上升落落 大家用牌 大家記得是03年3 我们出现自由行 但偏重了就去找旅客起爱品牌 而今次做的梅乐 我相信看到很多在主要核心区 有些民心店铺、餐饮 积极反应开店铺 都挺热闹的 这个阶段 我相信香港整体市场都靠本地人支撑 慢慢回暖 究竟力度如何 都要看疫情会不会反复 最重要是开关的 转过来在你最后提到的 由海外的捕捕或者海外的需求 变回本地的民心 当然要靠本地方面 政府也帮帮忙推推 8月刚刚推出了消费券 有些朋友如果不是透过网上申请 9月才收到第一期的消费券 其实你觉得消费券对于零售市场的刺激作用有多大呢? 大家看到疫情文文受控 加上放暑假时间 最重要是我们说全程去看奥运 大家到商场看奥运打气 拿了准备 刚刚及时雨 配合政府白日一号推出消费券 其实这两个星期的反应非常热烈 我看到打石饼 大家有秩序去拿礼物之后 大家很兴奋的 不单止冬奥 还有陈奥会 现在也有收场 继续有做直播 大家也可以继续支持 双见一家亲 我看到350亿的消费券 其实我们预算有180亿流入市场里面 这段时间希望大家 我们商场做了很多免费下转 早点 早点 联合政府的消费券时间 其实可以做连锁式的习惯改变 大家知不知道 我做了一些统计 这段时间最好生意的就是 大家喜爱的电子产品 包括手机 平板电脑 第二个就是要保值 香港人保值 最重要是大家一起打卡 打一折 中标资保 都回来了吗? 这些都是车子产品 都挺好的 你看到那些行业 活生生又回来了 生气缝缝 排队45分钟左右 香港人保值 都比较好的 香港人保值 又回来了 疫情之下 商场商铺的经营模式 有没有转变 如何应对 疫后的消费模式是改变很多的 有没有做好疫后的准备 大家消费比较实务一点 从我们外卖 煮食 家庭在家里打机 订产品 运动 自我增值 这些连串都是给我们贴士 每个月都不同 大家习惯了之后就很闷 走完山 然后在家里坐饭子 打机 又出回来 整个过程里面 大家都变成厨神 很注重食物质素 讲究 越漂亮的东西就消费得好 因为大家会很疼自己 健康很重要 我们做了很多网上直播 找一些很出名的KOL 大家一起介绍深水潮物 便宜 运动最主要是先上订货 先下来 我们商场取货 希望运动人流过了这段日子 反而也很好 现在这段日子已经算不算过了 过了很多了 不是再那天那么惨 你为什么仍然现在市场情况呢 6点时食肆三门 哎呀真可憐啊 我们普遍看我们民生区 除了留学区 我们正在长期2019年 已经差不多回到九成以上了 有些已经过了 但消费品种不收通 很不错的 九成以上已经过了 实际没有了 整个市场的情况 就真的转转了一点 但是不是真的去到疫情前的水平呢 可能还要等下去了 作为商场的策略者 其实在疫情之下 商户组合的变化是怎样的呢 有些一定是走了 有些商户又会进驻 其实你们怎么去选择呢 我们叫做疫情之后的年代 新的世代的时间 有四项我们很着重的 可以看到健康 健康产品 保健 绿色 和环保的优质生活 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尤其政府现在说的是垃圾 垃圾征肺 整体上大家注意环保很重要 所以我们利用很多商场空间 做了很多的露天茶座 宠物乐园 农作的协家 和一些户外的活动 大家出身旱 又回到商场消费的时间 在商场里面增加 购物体验 安全放心 安心 让任何地方都干净的 那些铺的组合有没有 跟以前不同了 其实疫情前 疫情后 你觉得 最后你要推过四样东西 其中环保 有宠物等等 那有没有那些铺的组合 有没有那些铺的铺 有没有那些铺的铺 因为我也贴着市场 客人注意多了很多的菜 peine 大家先买丝 有多甜品 消费标准 uç盏 喝 купuckle 我看到 首2周消费匠的时间 是日本餐算 最流量升到九成 很厉害 鼓劣热潮就说轻食健康 那方面的品种我希望多一点 Marina 我想问一下如果你们引入一些新品牌的时候 尤其是在疫情之下未必能去到外地那边考察 其实你们用什么方法去引入一些新品牌 其实我透过快闪店或快闪店的时间 或者短烧时间测试一些市场概念 因为现在年轻人创业也很多 利用科技的时间在场上有新气息 最重要是对口息去消费 例如我做年轻人市场 他们喜欢的喜好 同时我利用大数据看到的时间 跟客人聊天的时候 他其实喜欢什么 例如咖啡店、甜品店、供典店 容易拿回家和人轻食 这都是窩心的 有些是一个小时等着排队 等他出路的东西 然后大家都很喜好 刚才你也说过疫情 疫情一段时间很多人都要留在家 很多外卖或电池 连带起来送餐饮给家 甚至没有电商 买衣、买鞋、买什么都可以在网上购 对商场的影响有报呢? 大不大呢? 这个挺好的 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是呀 怎样拥抱科技 他们也要用科技的部署 和客人一齐成在 现在科技发展很快 很多时 kalau网上高点 口上屏下组签 物流流程是电子化的 希望他们窩心脱心点 来到即时拿 还有最重要是有奖品 可能有折扣 或者有些买一餐送一餐 买一碟送一碟送 令到大家来买东西 回到家也很开心 你真是以时并进 Marian 跟着潮流 还有某种程度上 买一送一一带着潮流来走 是的 其实大时代很多年 我们集团也推出了一些 Apps和网上消费 透过网上提供方便快捷 比如大家换礼物 我经常说商场买东西和街货有什么不同 最多是我们有很多优惠 收获奖赏 换车票 Bedemption 同期看看我们的店铺很重要 科技又是带动商场的发展 近年除了在疫情之下 网购的性行 另外我发觉 刚才说商场方面 提供了很多不同的Apps 给大家下转 去取得不同的优惠 其实未来的趋势是如何呢 特别是在网购和实体店方面 其实比重应该是如何分析呢 在商场上策划上应该是如何呢 休息回来就说 继续回来这一部分 就是专家开吻 我们专家有商场管理学会 创会会长冯修炎 也跟我们嘉宾主持是许志文教授 休息之前说近年网上 救购都很盛行 加上现在疫情之下 其实发展都更加迅速 对于商场部署有什么影响呢 特别是商场很多都是实体店 如何去平衡呢 香港很独特的环境 我觉得网购说了很多年 实体店之间好像有竞争 其实是一个大家联盟要做的 我看今年的6月份零售数据里面 现在网购占整体的比例大概是8.1% 而上半年培购都是6至8 其实数目都很小 我会看到今次疫情之后 学习到如何利用网上的资讯 而带动消费在实体店里面做的 大家是一个好的姐妹 好的邻居 做好事情 我同意 因为香港太小了 如果人家的地方太大 就不想去买东西 香港去买东西很方便 第二 商场很多东西看 很多活动 很多活动 在这个过程中 我这样想 是购物消费是一种享受 对 或者我觉得是一种行为模式 因为你会去买东西 我自己喜欢去实体店摸摸东西 试一下东西 咖啡店 当然我也有朋友 喜欢在网上按键 买了一堆东西回家 买完都要穿给人看 所以我问回 如果在现在的商场策略部署上 其实两样都不可缺 究竟如何去平衡 如何去分布呢 其实我们是借力打力的 利用网上的资讯吸引客人 好像功夫借力打力 要联好功夫 你什么牌的 要邀请这些明星 或者红的KOL上来 推介潮物产品 省下大家时间 但订阅后 要到商场策略 顺便摊头下 我也觉得在实体店 有时间 除了享受过程 但也是一个FLP 大家互相观摩 互相学习的过程 也很重要 预期的比重 接下来会如何 实体店是否仍然是主义 网上可能是辅助的形式 我看大经济很大 看大家的演员方式 过往在国内的网购比香港更加厉害 我感觉要做好专业的商场管理 以及对后式定位做得好 其实是长有长做的 商场始终是绑风挡月 24次全天后 提供一个摊头空间 安全的环节 必须玩 怎样也是 商场是一个体验 去到一个地方 看一个体验 买东西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消费过程可以享受 例如喝咖啡 或者看看那些货品 或者商场的设计 一些展览 其实现在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有时候 你去到商场 是因为有不同的展览 有不同的部署 你去到的时候 那种感受 就不是购物那种感受 不单单是购物那种感受 厉害 製造窗窗外细造的 自己的景点 你们都看到 这些都是很好的宣传策略 未来商场在暂身服务 或者产品投资方面是怎样的呢 休息的时候 我们有说过 现在商场很流行 有个APP 基本上 每个商场 现在都有很多不同的APP 给你去下载 去存分 其实这也是一个大趋势 我想提供方便的快捷 也是省时间 让大家有体验式的时间 去掌握 因为香港人也很忙 你做完消费过程 然后去感受体验享受 这个才是值钱的 纯粹实物 家里也有很多衣服 为什么要出去试衣服呢 要大家互相去看 我想未来的趋势 如何利用科技 拥抱客人 是很重要的 现在有AI、AR、VR、Vicon 很多不同形式的科技 令大家在整个过程里 去到不同的地方 制造不同的景点 这个也是一个乐趣的增长 我们其实商场有乐趣 但是以营运者的角度 因为我请了Marie上来的营运者 我想听一下过往期间 有些销售情况的波动 影响你们的集团 不要说集团影响市场的租金 不用说集团 只要看到市场的租金 以外来说 例如街铺或零售铺 其实过去这一年 铺租由高位跌了不少 商场方面会不会好些呢 特别是我们看到商场 又不是真的有铺铺 有些商场还说有些走了 很快就已经有朋友进驻 和我们看到尖沙咀 譬如嘉莲威老道 我目测一下自己也有多少铺铺 或者波斯富街 我想问一下 Marie上 商场的铺铺 销售 那些买卖销售 在租金变化和租铺组合 等等 在这个时间怎么整理 其实是贴士的 Eddie你喜欢什么 他意思是喜欢什么 整理上的租户要调调 比如近期加了很多口罩店铺 消毒店铺 有不同的营仔打卡的地方 餐饮轻食很多 珍珠奶茶、咖啡、甜品 台湾式的甜品、日本式的小食店 这些都因应大家很渴望去其他旅游 而没有的 而在我们商场里面 我们短期租一些 满足到大家的需要 因为日本苹果、韩国的坚持 用大家吃的时间 都有个很贴心的感受 我看过往这些年纪 租值都不断调调 我相信都见底了 至于如何租呢 这都是说过专业的水平 如何推移 反复的情况 我们在场里面 在商场租铺 过往这十多年都看了 因为街铺和商场分别 有售后服务 有免费泊车 这些是好事 有些歌声、明星、表演 近距离接触 很多经历是额外的附加增值 Premium version 的时间 我相信精明的消费者 一定来我商场先 当然零售商铺 大型商场都会有 发展商方面 做很多不同的组合 去做一些推广 街铺方面 自己的铺 自己的推广 都会派出全单 这也是有点不同的 目前仍未通关 本地消费模式下 你们如何规划 现在已踏入第三个 今年你们如何规划 整体商场的部署策略 我们在未开关前 大部份都是靠本地消费市场 去撑起这些主力 所以我们今年下半年 会额外投资 三千万左右 在我们十五个商场 谷本地消费 即是大家 掌赏的礼品 掌赏的力度 都因而调教 以往做直接的优惠 再加一些conditional offer 即是附价优惠 买完东西 除了现金 直接换回 换了什么 还有额外的 未来再消费 可能有九折八折 送杯咖啡 送碟菜 这类的 让大家看看口味 对不对 看来大部份商场 都是用这些不同的优惠策略 去吸引 一些人留在他们那里消费 未来越港郭大湾区 对于零售的机遇 其实都很多 我知道 你们集团方面 失忘记 集团方面 在内地方面 都有些商场 其实在那边的部署是怎样的 内地商场 我看到在上海疫情之后 其实都很快 很迅速回到现在 但相对比之前更好 可能升了一倍有多 你意思是可以去到疫情前的水平 9年疫情是2月份 其实到4月份 马上升得很快 因为政策出台的时间 局内税和很多客人 基本上没有去 不能去外面 就是在里面买 北方来上海 来华东区 广东省 大湾区 这不是叫内循环吗 内循环 这个很贴的 他在内面消费 所以利益自己的公司和客人 非常好 同时我看到全球 每个地方疫情都爆发得很厉害 高端产品 唯一市场在哪里 在中国 所以爆发性消费 持续今年到年尾都很厉害 我学习到在国内 有很多忠实顾客计划 我们在电子消费的模式 如何使用大数据 而看到行为模式 即时去改 同时我们在疫情之后 也加码做很多电子化的设施 令大家进来 我们的空气质素 调校质素 是超乎国际水平的 令大家进来 不用担心有带菌 在国内洗手间很干净 同时发放电子讯息给客人 即时去做 这些学习到的功夫 在国内的时间 来回香港 希望带动在整个集团里 即时推出 你来到新庭团里 现在是触碰的 没有接触 是的 我也看到这样的情况 即是你去洗手间 你基本是近些动门 它已经开了 是的 洗手间 门 接近的空气质素 以及进去 比医院更安全 哇 这个大趋势也是好的 证明商场管理最重要是什么 安全安心 购物的时候 也要购物得开心 今天多谢商场管理学会 床会会长冯修言 多谢你 谢谢 看看节目时间也差不多 也多谢许志文教授 连续四周帮我们 新城地产 接着主持 未来有机会再邀请你上来谈谈 多谢两位